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原赛甲组第三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甲方 奥斯卡掌刮风波Will Smith应受更大谴责 粤方 奥斯卡掌刮风波Chris Rock应受更大谴责 对赛双方为 甲方 加密柏宇中学 粤方 九龙堂学校中学部 现在我会介绍双方辩元 甲方 主辩 李俊熙 第一副辩 陈卓妍 第二副辩 吴建俊 杰辩 欧阳 穎天 粤方 主辩 郑浩阳 第一副辩 邝俊颜 第二副辩 己智阳 结辩 方心仪 我们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的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员 华英中学中文辩论教练 台上发问完成之后正方一副接触发言 待反方二副完成发言后会进行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后会进入结辩环节 除了台上发问及台下发问环节之外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三十秒有一叮提示 叮 够钟则有两叮提示 叮叮 超时十五分钟 超时十五秒则会连叮几下 叮叮叮叮 为了避免因为叠声而造成的收音模糊 我在叮之鱼会同时举牌 方便判断剩余的时间 所以请各位辩员在读广告的时候 都要留意回荧幕 看下个 因为通常都会出现收音问题 所以最好就提回牌了 详细赛规已经发布与各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现在先请正方主便发言 你有四分钟发言时间 如果准备好,请试音和说可以 还没开麦 试麦试麦 清晰 可以 叮 大家好 奥斯卡班长典礼系全球盛事 每年吸引超过一千五百万人收睇 今年的奥斯卡在3月举行 喜剧演员Chris Rock在主持开场白的时候 按照奥斯卡一向的传统 利用台下演员作为题材开玩笑 讲到女星Jada的时候 当时坐在她旁边的丈夫Will Swift还一起笑的 但之后她上台狠狠地打了Chris Rock一巴 更加两度使用粗口,大声叫Chris Rock 不要再提自己老婆的名字 令全场哗言 之后Will Smith主动请辞了美国影艺协会的会员 更加被奥斯卡主办方禁止参加颁奖典礼10年 今次事件,究竟谁要受更大的谴责? 要衡量谁要受更大的谴责? 我们需要看双方的行为方式和场合身份 哪个对公众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今天我方政立变题,原因有二 第一,在行为方式方面 在今次事件中,Chris Rock确实对Jada开玩笑 身为喜剧演员,开玩笑是他的表演手法 看奥斯卡开玩笑更是多年的传统 或其他演员开玩笑的情况并不罕见 Chris Rock对Will Smith的太太Jada开玩笑之前 就已经向同获最佳男主角提名的查韦尔、巴顿夫妇开玩笑 所有观众和当事人都开怀大笑 成功为奥斯卡颁奖典礼炒热全场气氛 之后Chris Rock以Jada的光头的形象 和伴我红身的女主角光头女兵相提并论 Jada在一年前就已经以光头的形象私人 更加在帖文中展示自己的新形象 还写上了他展示了真正的自己 而Chris Rock所提到的电影女主角 都是参观保护国家形象正面 显而易见Chris Rock只是想开个玩笑 其他在场人士听到的时候都只是开心大笑 至于Will Smith 他在这次事件中作出了商人的行为 下台后更加无吸取教训 反而两度使用粗口杂骂Chris Rock Will Smith爱妻、维护老婆出发点 不是错,但表达的方式他是大错突错 事实上他大可以私底下和Chris Rock反映不满 甚至当时可以向大会投诉、开记者会、发声明 但打人无论任何原因都绝对是错误的 而且是最坏的表达方式 就连Will Smith事后自己都指出 当时的行为是不可接受 而且是不可原谅 故此Will Smith应该受到更大的谴责 而在场合身份方面 Will Smith作为一个世界知名的演员 各个社交平台上都在佣几千万粉丝 更加是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 可见他受欢迎的程度遍布全球 对比一下Chris Rock只是美国一名 有名的喜剧演员 社交平台上都只有几百万的粉丝 单单是其中一个社交平台 粉丝数量就已经差十倍 由此可见Will Smith一言一行 对比Chris Rock更会获得传媒大众的关注 对其他人的影响也更大 其次Chris Rock的工作重心在美国 注重于喜剧演员等等的工作 而Will Smith参演的电影是属于荷里活的大制作 他主演的电影《王者世家》 更获得金球奖、奥斯卡奖、美国演员工会奖等等 此案Will Smith更加发展了音乐 甚至曾经获得格林美等多个音乐奖项 不难发现Will Smith影响的范围更广 作为各位 奥斯卡是一个全球触目的颁奖典礼 是表扬工作电影工作者努力的场合 所有的情况都即场直播 蜜蜜人觉得Chris Rock的开玩笑不合适 但Will Smith 的行为明显妨碍了颁奖典礼的进行 更加抹杀了其他电影工作者努力 对奥斯卡所有奔雀和工作场地都不尊重 为何不应该受到更大的谴责呢? 谢谢各位 接下来是返方主编 越方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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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买试买 清晰准备好情歌可以 可以 叮 主席评判助助各位大家好 听完有方同学四分钟的演词 不难发现两大错误 第一,忽略补救措施 辩提说到的是整个风波 所以有方只是集中讨论打人这一下根本不全面 事实上 Will Smith已经为打人这个行为即时道歉 并发出公开信向Chris Watt道歉 还主动辞任美国演义学院的会员 反映Will Smith已经知道自己做错 相反 Chris Watt用Will Smith老婆的疾病来开玩笑 直接造成歧视 但到现在都没有一句道歉 想问有方 有方是不是觉得Chris Watt没错 还是做错了 但都无需欠责呢? 第二,忽略掌刮动机 有方今天由于道德战事上身 说到只要有打人就一定要受更大谴责 明显就是直线逻辑 月方亦没有可变空间 相反Will Smith作为一个演员 长期忍受即场暴力 都不能回应作为家人 根据英国不职专家工会会员林虎文字出 从文字反映Will Smith保护家人反映强 十分着重家人 而当Chris Watt将他家人疾病变为换笑 就成为导火线令他出手 想问有方 有方是不是认为 不需要看罗笼去物都叫足够呢? 因此 岸方立场被有方高瞻远足 而有意思讨论变题 必定优先从事件的本质进行讨论 而非着眼于当事人是不是名人 地点是不是奥斯卡等次数因素 而Chris Watt一方面可以避免事情发生 另一方面也将错误嘲讽的风气 带到公众眼球前影响甚远 所以今天行量变题的标准在于 在审视整个风波前一后果的前提下 Will Smith和Chris Watt 哪个对社会有更大影响 如果是Chris Watt的话 愈方变题你应成立 我方认为Chris Watt应受更大谴责原因有二 第一 始作俑者违反职业操守 只要Chris Watt跟从大会审批的演词去表演 就这次风波本来可以避免 但Chris Watt就不理 直接造成这次的风波 更何况Chris Watt作为一个职业的喜剧演员 有责任去掌握一个恰到好处的表演 正如美国西安大略大学生理学教授马丁指出 音乐有分亲和联邦幽默 自我拔高的幽默 攻击性幽默和自变式幽默 Chris Watt进行表演时明明可以选择其他方式去引起大众反应 但他就故意用讽刺、弃弄和招式的方式 去招式一个已经公开患病 而导致需要替光头的病人 来换取大家的欢乐 加上Chris Watt早有前科 在2016年奥斯卡班长典礼 就公然将亚裔儿童当成雀头 宣扬亚亚裔是书胎子的黑板形象 可见Chris Watt的做法只是一种欺凌 也不是一种必要的笑话 想问有方 有方是不是认为发现一个无必要的欺凌 反而不应该受更大的责任呢? 第二 明知故犯忽略美国价值 环顾美国多次的社会运动 都是追求公平、和平、包容等价值观 就好像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主张尊严、公义及尊重 但可惜的是 Chris Watt所谓的笑话 正正是言语暴力 以他人的病情来作为嘲笑的对象 违反了美国多年来争取的主流价值观 正是美国巴巴拉、乔丹道德与政治价值观 主席若瑟夫指出 Chris Watt行为是一种对黑人女性 黑人女性这个边缘化群体的一种欺凌 而他这个不知悔改和多次出现欺凌的行为 早被前名尼苏达州参议员马米指出 是令美国多元社会发展的退步 可见Chris Watt明知固犯有多次出错行为 更应受更大的谴责 最后想问有方 正正 大家都有错 为什么有负义的一方反而要受更大的批评呢 多谢各位 接着是台上发问环节 先由甲方台上一位边缘向反方主辩提问 发问时间一分钟 反方主辩准备一分钟 回答一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后由越方台上任何一位边缘向正方主辩提问 发言时间同上 双方均有向对方提问一次及回答一次的机会 接着回到正方 甲方一副环节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请评判注意 填写台上发问分数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填写次序 特别是越方分子 第一格是回答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分数 好 现在由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边缘 作台上发问 试咪试咪 清晰 准备好 可以说可以 是可以 叮 大家好 不如我们回到最基本的 看看Chris Rock 已经说过些什么 Chris Rock的笑话里面提及过的 伴侯洪心这部电影 说的是女性都可以跟男性一起上战场 保家卫国 同样都可以做保家卫国 女主角在电影里面的形象 是兼艺勇敢 形象非常正面 电影里面都没有对女主角光头的任何负面 或者嘲笑的迷信 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提及这个女主角就代表Chris Rock 全心嘲讽Jader 还是由于这个角色本身就是大有其事性 本身就是侮辱人 多谢各位 月芳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NG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丁丁,提醒,我刚刚说一丁的时候还有15秒钟剩余时间 现在准备时间完结了,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回答 可以 丁 今天有方将整个话题做到很沽冕堂皇 但是在说这个笑话的时候令到当事人觉得被冒犯 甚至用电影里面的角色来形容 为什么Chris Watt的老婆是这样 令到当事人感到非常被冒犯 令到他翻白眼,所以才会令到Will Smith 才会令到Will Smith这么冲动上台大人 多谢各位 现在请月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元作台上发问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同学说 原来Chris Watt的知名度是远远不及Will Smith 所以他应该受的谴责比较小 但是有方邏輯很奇怪 为什么今天一个人的知名度影响力小 反而代表他应该受的谴责比较小 以我为例,我一个星斗市民 我的影响力是Will Smith和Chris Watt的万分之一 都不知道有没有 这样代表我今天在奥斯卡上 我出手打人,我用言语去伤害他人 我是否可以代表我不需要受任何谴责呢? 多谢各位 甲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定! 咱们对明星大夫 我说明星大夫 丁 丁丁 准备时间结束 请甲方主便答应 请甲方主便答应 清晰准备好 可以 可以 丁 多谢日方同学的提问 刚刚日方同学问我方 为什么知名度是一个标准 刚才我方重申 知名度只是我方其中一个论点 而且一个出名的公众人物 一言一行 自自然然 便会获得传媒大众的关注 对其他人的影响也会更大 因为他们每做的一个行为 也可能会影响数以千万计的粉丝 导致他们作出同样的行为 多谢各位 是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轮到甲方第一副表 有三分钟时间 试位 试位 清晰 准备可以说可以 可以 丁 大家好 来到一副的位置 不难发现 双方存在三个分歧 第一是衡量标准 第二是行为的本质 衡量标准 第二是行为的本质 第三是事件的影响 现在就让我们来一一拆解 首先我来说一下衡量变 尤方今天认为是事件的始作俑者 才需要承受更大的谴责 但是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 历年来奥斯加的传统 都是以喜剧演员做主持人 一四年是艾伦·迪真理 一七年一八年是金米·吉米·金蜜 克里斯克作为喜剧演员 在台上以他的方法来介绍得掌者 热闹气氛是他的职责 也是奥斯加的传统 他只是以伴海洪森中一个正面的女角色 来比喻Jader 当中没有提及过任何执病、嘲笑 而在Will Smith未上台打人之前 观众亦都是以笑的神色来看待 Chris Wood 的笑话 可见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笑话 恰当 反而是Will Smith突然走上台 蓋Chris Wood 一巴掌 再用粗口罵他 才令全场误言令事件发大 因此今天Will Smith 才是令事件被受关注的原因 是始作俑者 按右方的行论标准 Will Smith不是应该受检责吗? 然后右方亦都在说 要不然道歉就等他所受的检责应该少些 但是道歉正在反映着一个人 对他的行为有没有负义 而不是在反映着他本身是 他的行为本身是否应该受检责 再用来看第二点 行为的本质 今天有方认为Chris Wood 用Jader的班输开玩笑 应该受到更大的检责 看看Chris Wood 说了些什么 他正在介绍候选得准人的事 以Jader比喻伴朗雄心中 一个同样光头 勇敢正面的角色 这个玩笑根本没有提及过 任何关于疾病的情况 又怎样可以用来嘲笑病情呢? 而且Jader本人也不介意他自己的光头形象 反而在去年7月剃光头的时候 在社交媒体发问 他剃光头令他找到真正的自我 有方究竟有什么证据来证明Chris Wood 究竟在嘲笑呢? 更何况奥斯卡历年历年来的传统 都是易喜剧开场 Chris Wood 今天开Jader的玩笑之前 亦都曾经对再次另一个演员 查维尔·巴顿做素材 他和他妻子都同样获最佳配角提名 如果他妻子没有获奖 那他也不要获 禁止妻子小器 我见今天Chris Wood 绝对不是针对Jader 他只是作他自己作为班长嘉宾 热闹气氛的责任 他的门笑可能会造成大众的误解 但是绝不是要苛窄的地步 请问右方 你有什么证据去证明Chris Wood 的行为是有以嘲笑他人的病情呢? 第三 我们来看看对社会的影响 今天右方说Chris Wood 忽略这个美国平等的价值 我想问右方 难道今天Will Smith 上台用暴力打人 就是在尊重美国的价值吗? 右方又认为Chris Wood 的行言行为 社会带来更大负面影响 但是这个到底是不是事实呢? 定定 因此今天的辩题 因此今天Will Smith 绝对是受更大的检测 多谢大家 因为 olvides 揭读 他把读 engineers 接着是《月方》第一封面 然后是《月方》第一辅辩 还有3分钟 闓耳时间 嘗嘗嘗嘗嘗嘗 聽不懂得清楚 清楚 準備好可以說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總括友方立場 一方只要出手打人因為有暴力成分 所以不正確 只有這麼大的譴責 就等等 按照友方有暴力就是這麼大的譴責的邏親 Chris Watt同樣用著言語暴力 將疾病變成一個笑話 更帶動大家一起取笑 為何同樣是暴力 有分就覺得Chris Watt反而是比較小的譴責 所以在兩個都有錯的情況下 就看看誰有悔意才受到更大的懲罰 Chris Watt沒有這個不喜歡的笑話 作出任何導演 反而更在近日的過往動作笑中 將這件事變成另一個笑話 多次相對Will Smith和他的家人 毫無悔意 相反友方眼中大力譴責的Will Smith 就立即在之後的得獎感 而和大家道歉 幾天之後更主動向Chris Watt道歉 和推出美國影藝學院 以表示自己用錯方法 兩個都用暴力 一個主動承擔制 一個連錯邊都不知道 想問友方 沒有悔意又如何可以發得輕一點呢 今天友方和我犯了幾大錯誤 第一 友方兩位變成說到最後都只是一句 就是表達方式有很多種 不知道要出手 我方都認同表達方式真的有很多種 笑話都一樣 知名溝通大師卡曼卻指出 笑話有很多方法可以呈現出來 引述、自嘲、類比等等 而當中的一個原則 就是不可以傷害他人 要引起觀眾反應 根本不是用 嘲諷Will Smith的老婆才能做得到 如果一開了 Chris Watt不用這個所謂的笑話 根本不會出現這件事 甚至是這條變題 身為友方 此作用者為何反而可以有較低的懲罰呢 第二 今天友方就跟我們說 Chris Watt只是一個表演的部分 是一個工作 其實我當時可以用四個字去形容友方 就是說笑話都應該要適可而止 其實Chris Watt作為一個喜劇演員 他有他自己的專業操勢 他自己的專業表演 但是他拿一個病人的面子 開來開玩笑 究竟是否一個專業的事 何況他自己也承認了 這句話是他自己臨時加出來 而不是奧斯卡自己的廣告 今天友方就跟他說 因為Chris Watt的知名度 所以應該是更大的譴責 所以說友方 知名度是否真的這麼重 我當知名度可能真的會影響到人 但現在是奧斯卡班長的 一個這麼大型的班長的 拿一個病人做取笑 是否真的可以讓大眾知道了他這樣的行為 是否更加細的譴責 不應該要 除了各位 不妨看看美國大眾是怎樣看 根據美國住民民調機構 Blue Rose指出 超過五成的市民都認為 Chris Watt這個行為 根本就是錯 得不到認同 再看Chris Watt之前的行為 原來做在160的奧斯卡 Chris Watt就已經拿亞裔來做一個笑話 貶低其他族裔裝飾 著名導演李安 亞裔美國人正義權利 進出會主席馬米 也有聯署聲討 但結果就是什麼 沒有結果 沒有作出任何處分 而這個行為 更加令他無忌淡 下一次造成今次的事件發生 正正因為沒有更大的譴責 而出現下一個受害者 原來今次沒有更大的譴責 只會再有人受害 成為受害者 形成惡性循環 最後想問友方 有悔意和沒有悔意 誰是應該要更加接受更多的懲罰 更加大的檢責 多謝各位 接著到甲方第二副面發言 接著到甲方第二副面發言 是可以 大家好 如果要看友方今天整個立 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問兩條問題去看 第一就是友方是怎樣論證 Chris Rock比Will Smith 更應該受譴責 第二就是你怎樣評價Chris Rock的行為 先看第一你怎樣論證他比他更錯 這裡友方有兩點去說 第一點就是從動機出發 第二點就是從補救措施去看 我們先看第一動機 友方主編就說 Chris Rock他長期受到職場的壓力 職場的暴力 我想問是什麼職場暴力 他怎樣受到職場的壓力 第二就是友方說他壓力很大 他動機就要釋放出來 我想問你 是不是友方你覺得代表 只要壓力大就可以打人 或者說暴力是否一個解釋 暴力是否一個 壓力大是否能夠解釋暴力的合理化原因 第二 之後友方就說 原來說他是保護著家人 我想問友方同學 我想問友方同學 有方問Will Smith是保護著家人 我想問友方同學 Jader本身他有沒有受到傷害 Jader聽到這句話之後 他也會跟著一起笑 甚至他會安慰Chris Smith和他說 你不要生氣 我想問Jader本身都沒有受到傷害 然後這句笑話 我剛剛問你的時候 友方有假釋 有什麼收辱性的時候 他為何保護可以作為一個暴力的原因 之後再看友方的補救措施 友方說 今天Chris Rock有道歉 Will Smith沒有道歉 所以Will Smith就比他更錯 但我想問的就是 友方說要道歉 他是假定了一件事 就是你已經假定了Chris Rock 他本身是有收辱他 或者他的笑話是一個很惡意的笑話 但我剛剛在台上問友方 我問你Chris Rock說的那句話 哪一句 哪一句是直接攻擊Jader 怎樣傷害到Jader 他說的那句話 和他收辱他 是有什麼關係 友方都解釋不到 他一副和主辯 以後一副都解釋不到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沒有錯的時候 為什麼要道歉 他的笑話本身沒有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要道歉呢 更深問就是 如果友方覺得 是不是說做錯事 只要道歉就好呢 舉個例子 我今天一個殺人犯 和一個打人犯 是不是因為一個殺人犯 有道歉 打人犯沒有道歉 所以打人犯就比殺人犯更嚴重呢 友方不能夠以任務道歉 這個理由 作為一個論證的比較點 之後再看第二個問題 就是友方怎樣評價Chris Rock的行為 友方說了兩點 第一點就是恥作用者 第二點就是 忽略美國價值 先看恥作用者 是 簡單的就是友方覺得 Wil Smith 引起整個風波 所以他就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 先看回當晚發生了什麼事 Chris Rock在說完這句話之後 全場都跟著一起笑 沒事的 Wil Smith 又笑 他們兩個都跟著一起笑 整件事是怎樣發達呢 是由Wil Smith 打人那一下開始 如果想問友方 你覺得如果Wil Smith 當晚沒有打人的話 我們今天會有今天的變題 我們會不會一起關注這個奧斯卡的事件呢 按你的邏輯 恥作用者才要受到更大的懲罰的話 更大譴責的話 Wil Smith 打人才引起整件事的恥作用者 就是友方又說了 當時人都有被冒犯的 所以最後問題 同樣地 Jader那時候是有事 他怎樣被冒犯 友方解釋不了 再看友方剛剛第二個說 說忽略美國的價值 友方覺得很奇怪 友方說他言語暴力忽略美國的價值 我想問友方覺得 打人的暴力是比言語暴力更輕呢 謝謝各位 接著是月方第二副別 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時賣時賣時賣可以 叮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聽完友方大半場的演詞 友方就只覺得 總之Will Smith打人就是他 不合就一定要罰寵些 但若然友方這個邏輯成立的話 其實容我大膽說一句,這場比賽沒有任何價值,整輪這麼多學校比賽都不需要再比, 因為在友方和邏輯之下,粵方根本不可以討論,整個社會不可以怪責Chris Rock, 因為Chris Rock沒有打人就是這麼直線的邏輯,但若然我方的台下和葉辯是否可以先休息呢? 當作個位,打人是不對,但為什麼一定要承受更大的譴責呢?打爛東西是不對,但原來都會引發到公眾去思考為什麼玩具公司不去做任何保護措施,反而是要承受更大的暫額那間保護公司, 所以同一個道理套回這次風波,為什麼我們不應該看闊一點,看遠一點,去看Will Smith的道歉,看Will Smith的動機, 所以經過大家的思考,我們更加會發現真正問題不一定是出現在所謂的兇手身上的, 而今天有方同學嘗試塑造到Chris Rock很冠冕堂皇的,我們一起看看合不合理, 好,第一個不合理之處,有方同學說他講笑都是跟隨傳統而已,但有方同學傳統也可以是錯的, 但是有方同學你不可以因為Chris Rock,他就不代表Chris Rock可以打著傳統這個旗號,就可以合理化他言語暴力的問題的, 當今天有方同學所有傳統是徹徹底底的傷害到他,不就需要糾正和譴責, 所以當今天兩者都有錯的情況下,為什麼今天反而更加有富裔的Will Smith要受更大的譴責呢? 好,第二個不合理之處,有方同學說笑話都沒有直接傷害到Will Smith的老婆, 但是有方同學有一種幽默叫做暗奉,即是他用一個有相同身體特徵的人去形容Will Smith的老婆, 就是暗地裡的諷刺他的病情和病徵,所以其實就算今天Will Smith老婆很正面地面對他的光頭的形象, 都不等於他要受歧視,所以有方同學不要再訴訟他這麼官面堂皇, 而各位今天譴責究竟他有什麼作用呢?一來就是要去懲罰那些犯了錯的人, 二來就是要警惕世人我們不可以犯相同的錯誤,如果不是的話就會有相應的後果出現, 而今天Will Smith他知道自己犯了錯之後就隨即道歉,有方同學就說罰寵些, 那就是變相鼓勵一些人犯了錯是不是就不需要道歉呢? 今天Chris Walker他犯了錯不說對不起都不但原來還是慣犯,有方同學就說罰輕些, 那就是變相鼓勵大家用言語暴力傷害他人沒問題,有方同學又會說說笑而已, 但是有方同學你說好說不說要在一個奧斯卡的場合當著這麼多人面前, 用一個歧視和言語暴力的方式去說笑,我方真的不覺得好笑, 那想問有方同學,原來當Chris Will Smith的老婆受到傷害, 為什麼仍然是一個說笑的方式呢?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先由甲方台下派出位便宜, 向越方台上提問,甲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越方可自由派出台上便宜回應, 台下發問時間一分鐘,台上準備一分鐘, 再回答一分鐘,所有時間結束前十秒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越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宜, 向甲方台上提問,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各有兩次發問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問可由同一便宜提出,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台下發問環節驗證開始, 請甲方派出一位便宜, 作第一條台下發問, 時米時米, 可以試一次嗎? 時米時米, 清晰,可以開始, 大家好, 友方一出來就說Jada因為Chris Rock的笑話而受到傷害, 去到義父就說Chris Rock徹底地去傷害他人, 但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Jada在台下的時候, 都說自己沒有因此而受到傷害, 連他這個當事人都說Will Smith打人的行為是多餘, 友方還有什麼證據來證明, Jada因為Chris Rock的笑話而受到傷害, 而Chris Rock就要受到更低, 請責呢?多謝各位! 月方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叮! Jada的結果也好 suasuk。 請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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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5秒, 請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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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丁丁 准备的时间结束 是骋死骋 meio說 Max清楚 清楚 你只有一分钟 准备好可以说可以 可以 主席、評判、作為委員,請多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有方同學跟他說Jada自己都在笑 我心想有方同學是否真的笑是代表好笑,不會覺得冒犯呢? 其實Ruisman也說了他作為一個演員,經常都要笑 我心想有方同學是否在一個莊嚴的場面歧視病人 帶出了一個歧視風氣,大家可能會讓大眾知道 原來他這樣是否被宣揚一個歧視的風氣 其實今天Chris Walker自己也是臨時還未經過審核的時候 再這樣加這一句下去,究竟是否真的一個比較低的譴責呢? 現在請越方派出一位辯譽 視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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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可以說可以 各位大家好 友方最大的問題是認為Chris Watt 沒錯 講笑只是傳統 但這種行為都是暴力 證明巴黎第五大學擔任辭客助教授馬里法蘭斯自出 但暴力是以愛爾言語諷刺的態度 透過精神創虐待 方式令受害者感到不惜 甚至留下心理創傷及導致精神疾病 加害者即使不要察覺到暴力存在 但都會造成內在永遠的創傷 可見言論暴力不少於肢體暴力 想問友方Chris Watt以諷刺的方式進行表現 不是冷暴力是什麼 還是你覺得暴力也是對的 多謝各位 各方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叮 那麼好 謝謝 大家 請教練 我請教練 為鉄 叮 叮叮 准备时间完结 请甲方派窗位便员答便 叮叮 准备 叮叮 准备 大家好,有方说我方说 说笑就是传统 所以Chris Rock就没错 不是,我方不是这样说 我方在问中有方的就是 整场一直在问中的就是 究竟Chris Rock当晚说的东西 哪一种字是在奉刺着他 Grader 的病情 哪一种字是直接攻击他 当我们看到他今天说的 女主角的形象都很正面的时候 究竟他攻击他羞辱的点在哪里 有方他意乎都解释不了 但甚至有方又说 Grader 会有心理创伤 会造成精神疾病长远的影响 究竟想问有方 究竟今天是你觉得他很受创伤 还是他真的很受创伤 有方今天整场说Grader 他如何羞辱 其实都是你濕起他 你觉得他这样 整个论证在报集中 有方论证不了Grader 是否真的会这样 当我们看到当晚Grader 又跟着一起笑 甚至他安慰Ru Smith 有方论证不了 为什么他真的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多谢各位 现在请甲方排出一位电源 作第二条台下回来 听不听? 清楚? 清楚 可以 听 大家好 有方开面说 Will Smith只是想保护Grader 出发点是好 但是Grader事后都说 Will Smith打人的行为是多元 也不希望Will Smith打人 连Grader他这个当事人 也不认同Will Smith的行为 觉得Will Smith的行为 也不恰当 那有方为什么认为保护妻子 就应该用暴力呢? 多谢各位 谢谢 月光有1分钟准备时间 叮 谢谢 谢谢 叮叮 叮叮 OK 時米時米 可以大聲一點 好,時米時米 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 有方堂就問 其實Will Smith老婆都不贊同Will Smith的行為 她打人的行為 當然 我方也不贊同Will Smith她打人的行為 打人的確是錯 所以今天他們兩個人都有錯 一個打人 一個就是歧視人 當兩個人都有錯的懲罰 我們就從他們的後續行動去判斷誰的譴責應該大一點 而今天 原來Will Smith他打完人之後 是有作出道歉 而Chris Rock不僅沒有道歉不僅 還要在之後動督笑的表演重提這件事 來作出二次傷害 毫無負義可言 為什麼今天一個反而更有負義的Will Smith 反而要受到更大的譴責呢 多謝各位 現在請越方派出一位便原作第二條台下發問 是嗎是嗎 清晰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 可以 定 除了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整個論調就是覺得嘲笑台下觀眾就是傳統 所以今天嘲笑都沒有問題 先不說幽默的方式有很多種 按有方的邏輯 即使破壞他人 傷害他人的不良傳統都要繼續 就像黑人被歧視 其實有方都覺得是傳統而需要繼續的時候 根本就不合理 所以今天有方只是為止開脫 說這個角色很正面沒有問題 但有方其實知道錯誤 當時Jayda不是在笑 而是立刻用反白眼表示耳鼻侵犯 想明有方因為疾病而導致光頭 Chris Rock將疾病變成笑話 為什麼不是侵犯呢 多謝各位 甲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定 定 嗎 我認識他 你問他 可以說 你問他 你問他 關系 他 不算是 你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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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叮 叮 准备时间结束 请隔方排窗位便言答备 讨备好可他 默默 大家好 � utilizing人份的问题有两部分 第一部份就是他所说,然后先问一句吗 我再去答一次 environments从来都不是说他存的没错 而是人间也不能解释它的动机 在离乎 integrated advanced candidate 然后 resolute a webinar 是什么 plusieursаем Estab인 现在 Glue o stay every time 其实他心里都觉得会受侮辱 我想想回剛剛宜庫答問題時的一句話 有方說,有方說傑達笑了就不代表他真的覺得好笑 他做的行為不代表他內心會想法 這個是有方剛剛答問題的時候說的 按著你有方你的邏輯,有傑達反白眼 是否都能夠代表他現在不覺得傑達反白眼 是否都不能夠代表他內心會想法呢? 按著你的邏輯的話 之後更甚麽就是,你看回那些片段 其實他反白眼之後,下一秒鏡頭離手之後 其實他之後是跟著一起笑 反而在Will Smith 打人之後,他是拍回Will Smith 的肩膀 就是他安慰他 有方解釋不到為什麼傑達真的很受到傷害 純粹是有方覺得他受到很大的侮辱 而不是真的他有這樣的感受 謝謝各位 台下泛民時間結束 現在是結辯環節 雙方結辯各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叮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叮 叮叮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才有月方劫念總結 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 字幕,聽不聽得清楚 我這裡有點小聲,可以大聲 字幕,可以聽得清楚 我可以的,三位評判都可以 可以發言 可以說可以 開始 主席,評判還有各位,大家好 今天的友方全場比賽說 Will Miss是奧斯卡國長風波當中受到更大的譴責 是因為他的暴力行為不可原諒 總之打贏就是不對 不過其實我們要判斷Chris 還是Will Miss哪一個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之前 我們是否應該先看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什麼 然後再作判斷 而不是只集中在某一個時刻呢 當有整件事的事後通過 Chris Wall在台上以Will Miss的老婆脫發形象 可以參與拍攝電影《伴我紅心》的續集 以此作為開玩笑 結果令Will Miss大意憤怒 從而衝上台打了Chris Wall一巴掌 即使Will Miss當場表達了他的不滿 並說明不要把他老婆拉到11房買一份 但是Chris Wall不以為然 用這一刻是現時史上最偉大的一晚打完場 可警Chris Wall才是整件事的初續勇者 當他開了一個不應該開的玩笑 甚至Will Miss即場表達了他的不滿 但他依然無選擇道歉 還用另一個笑話嘗試打完場了屍 若是一個最先令到整件事發生的人 還要沒有再出修正 甚至覺得不以為然 為什麼他不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呢 有方說說笑是傳統 但是這個傳統是受到傷害 就是要受到 好像上世紀黑人被作為歧視都是傳統 那這個是不是又是對呢 當事情已經發生了 另一個我們要衡量的 哪一個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因素 就是他們兩個作出相關舉動之後的回應 今天有方說 即使Will Miss已經作出道歉 甚至被美人在學院作出處分 依然認為他的舉動是受到更大的譴責 不過一個段時間內作出道歉 並且願意承擔所有的承受和代價 對此並沒有作出半句言言的人 大家是不是覺得還要對他窮追夢打呢 相反Chris Roth有時候有什麼正面回應 但我沒有 如果Chris Roth當日真的抱著一個喜劇演員的心態 老妹的老婆來開玩笑 那其實已經是不尊重他人 將自己的快樂建築在他人的痛苦身上 如果Chris Roth時候真的知道這樣做是有問題 但他又不作出任何的道歉 同樣是不尊重他人 甚至不願意承擔責任 令自己可以自身示愛 為何不是受到更大的譴責呢 甚至Chris Roth在11號的清談節目當中 更表示前期內不會再提起這件事 除非有人給他錢 之後更加用我現在的生活很美好 我的聽力回來了 離圓場 或者有人覺得這只是另一個笑話 但是是否用一句幽默的話就可以輕輕帶過呢 或者只有有人給他錢 就可以重新提起這件事也沒有問題 除了各位 暴力分為很多種 除了肢體上的暴力 也包括議員上的暴力 當日Chris Roth確實是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 但是是否沒有這兩點就可以說完全沒有錯呢 是否說起極議員的身份 就可以完全不需要自我弱劑 是否可以無事容易帶來他人的傷害 其實美國很多人都會叫黑人做黑鬼 但是這種叫法原來是針對非黑銳的黑人 而且是大力劫大無犯的意圖 直至2007年的紐約州政府才禁止提出禁止這個字眼 因為這個親夫根本就是欺凌的黑人 當美國在港口普世價值人人平等 那為什麼認錯就要繼續同居猛者 沒有回應 對於他消遙法外呢 謝謝各位 最後由甲方傑辯總結 是米 是米 清晰 準備好可以說可以 可以 大家口辯論來到尾聲 總括全場不難發現 柳芳今天去政立變題完全是十分片面的 完全是失焦 今天要趕固哪一個近英受到譴責 柳芳和柳芳有擬下三個分歧點 第一 身份場合 今天柳芳忽略了的是 Elon Swift當時的身份 是一個國際著名影星和獎項被提名 其實無論柳芳從哪一個角度去解讀他的行為 暴力在這個場合都是零容忍和不道德的 再者Turbo而言 首先Jader Smith刺身真的覺得不受到冒犯 柳芳的力度大 可以在事後向學院投訴事件 或者發表公開聲明譴責 完全不不以暴力回應援兆 今天有方主辯跟我說 Chris Walker 的行為是違反了美國的價值 究竟難道Will Smith去打人的暴力行為 就沒有違反美國的主流價值官立 由此可見 奧斯卡片上有方可能會覺得他的援兆是不合適的 但無可否認他只是處理主持的工作 但Will Smith在這個表揚而演藝工作人員的場合上襲擊頒獎嘉賓 妨礙典禮進行明顯實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 第二,公眾個人的行為 在這次事件中 Chris Walker 開門少Jader Smith能夠的光頭形象 能夠在飾演《伴我紅心》中一個美國光頭女兵 有方不能斷章取義 分裂了這齣戲說的是女性可以和男人一樣衝鋒陷保家衛國 最終令女兵獲得其他隊員的認同 電影說的是保家衛國 電影素材的角色是英勇堅持 電影肯定的是男女平等 為何在有方的口中全部都變成負面 有方要釐清的是Chris Walker 作為喜劇的頒獎嘉賓 主要是要炒熱氣氛 趕照是她的表現方式 但不等於有方口中的暴力 我想問有方 今天Chris究竟Bain一隻字在嘲笑Chris Jader是疾病 還是有方自己以主觀去解讀她今天的言行呢? 更何況Jader Smith在時候從來都沒有表達過 自己因為事話而受到傷害 並公開表示Will Smith沒有需要為她打人 有方說Jader Smith受到傷害 又如何解釋Jader Smith所說的話呢? 有方的邏輯也很有趣 他今天怡婦說笑就不等於好笑 今天我方說Jader Smith反白眼 又是否等於傷害呢? 很明顯就不是 有方今天說不去 就說保護妻子是情有可原 我方說有方是民過識非 要知道保護妻子一定不是去行使暴力的理由 他在頒獎禮上狠狠地掛了Chris Walker 一巴 根本就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我探機時報等多個報章批評Will Smith的行為 是責任了錯誤的男子氣概 他以為男人一定要以暴力的方式圍獲妻子 在眾目攜攜下對Chris Walker施加暴力 有方跟著就說Chris Will Smith沒有補救措施 還是只有Chris Walker有 但這樣是否代表他沒有做錯呢? 有方為何有方自己錯誤解釋了Chris Walker的言論 就要Chris Walker道歉 假如今天有一個殺人犯他有副意 那是否代表他不需要負上自己應盡的責任呢? 第三,公眾影響 其實有方不可否認 Philip Will Smith主演過多部經典作品 例如《寵惡夢幻祖》及《黑超特典祖》等等 有方不可否認Chris Walker對公眾影響力明顯少許多 自然就要負上更大的公眾責任 正正是因為他的自身影響力 他要負上更大的責任 今天自己有方一副都說 如果是星斗市民其實根本就不會受到更大的責任 而今正正是因為他巨大的影響力 他自然就有更大的公眾責任 為何有方說今天他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呢? 他今天這樣做其實根本就是向公眾發送了一個錯誤的訊息 令公眾認為可以用暴力去表達自己的行為 如果Will Smith你已經自從現行 如果好事有方輕輕大角是不是忽視了對公眾影響呢? 故事今天變題 故事Will Smith接受到的獻責 謝謝各位 比賽現在告一段 請三位評判如果我填寫完評分子可以檢查 跟我說一聲 還有提一提評判呢 最佳辯論員是需要額外評分的 每位評判先選出三位表現較佳的辯論 跟著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那位就拿三分 次佳得兩分 而下一位就得一分 請三位評判填寫完分子之後就會邀請對這場賽事說一些評語 有意思 在電話上 是 之 就會抓到 為INGS 我看到分子上的三位都已經完成了填寫,現在我先邀請朱曉峰老師為這場比賽做了一些評語 請問聽得清楚嗎? 聽得清楚,謝謝 那麼多位評判和在座同學,剛剛經歷了一場一個小時有多的神槍事件的辯論比賽 可以給大家一點回饋給各位同學 在我最初接收到一部題目的時間,我自己在腦海裡都稍微思考 我慣常的做法都會就著辯題去思考一下不同站方同學的處理手法 所以在回歸的最初步來講,我想和同學去討論一下處理第五題的技巧 大家都應該打過大大小小很多場的辯論比賽 相信都有一個經驗,就是很多時候每一部題目 甚至每一部題目所屬的站方都有各自的優勢 又或者相反來講,好像有各自的一些叫做弱勢的地方 但是很多時候我帶領同學去處理這個辯題 都會有一個的原則,又或者有一個的提點給同學 往往表面上看上去是有優勢的話 往往都有機會會成為自己的盲點 第二樣東西,相反表面上是危的話 其實同樣也可以是轉危為機 就著這次一度的題目來講 同學,雙方同學的處理來講 都是算聰明的 先講隔方那邊 對於一個掌掘事件 Will Smith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 基本上我們從那個過程去看到 就是在一個這麼盛大的場合去掌掘他人 並且有一個叫做不適當的一些言語的表達 毫無疑問一個打人行動都應該受到譴責 所以同學都很聰明地在一個的起手部分來講 他是訂立了不同的標準的 因為同學並沒有只是說到 因為打人,所以就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 反而他們都有鋪排 並且全隊同學都是圍繞著那幾個重點 因為我記得粵方同學都有同學去質問 就是為什麼對公眾影響大 反而就是受那個譴責更大 其實他是有幾個標準同時訂立的 所以從這裡都希望同學去做一個追問的時候 然後都要留意別人最主要的觀點 因為在一開始同學有說到 就是說不只是提到那個所謂叫做 對公眾的影響層面的 包括他的行為方式和場合的部分 這裡的鋪方同學是處理得不錯 同時間粵方同學都有一個聰明的地方 他的聰明的地方在哪裡呢 正如剛才都說到 打人毫無疑問就一定是受到譴責了 如果只是圍繞著一部分和對方去打的話 一定是打輸的 所以粵方同學來說 都有說到去處理一個的辯題 究竟誰受到更大的譴責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看當下的 還要看那個叫做後續行動 又或者那個的補救措施 用回粵方同學在開辯的時候 有提到一個的補救措施 他有沒有做到一些叫做彌補的行為等等 並且也都應該要看他有用到 他們那一方來講 我們是高尖延續的 我們不只是看當下的 還有看到有什麼所謂叫做不良風氣的部分 那一度來講 是我見到兩邊同學處理辯題那個叫做 定立一些衡量的障質那部分 我認為兩方同學都處理得不錯 不過你再後續去跟進和處理的時候 各自都有一些問題我想去提出的 那麼第一樣東西 我認為那個的行動標準 既然是成為一條題目的基礎的話 你那個觀點應該一定要很成熟 何謂很成熟的話 就是你講的東西來講應該是很合理的 還有理論上來講那個爭議點不是那麼大 但是舉個例子 剛剛在一個叫做月方同學開辯的時候 都有提到就是一個叫做 甲方同學有兩大錯誤 他是忽略了那個補救措施 那麼提到這個叫做Will Smith 他是有道歉的 甚至他的道歉 同學可以再一步去補充 他在奧斯卡上學的時候 他馬上都有道歉的 有引用到他的同學說 就是當你人生遇到一個最高處的時候 魔鬼正正找上來 那是反映自己那個不足的地方 表示自己那個叫做可以說是追悔的地方 但是就提到一個叫做Chris Watt 他是沒有道歉的那個部分 但是我們要小心去看一個部分 那麼第一樣東西就是 大家那個的如果你假設一下 講一個的Chris Watt 他是有錯 但是問題他那個道歉 我想未必是點對點好像一個的Will Smith 因為很明顯來說 在當下來說 他有一個比較極端的行為出來了 但是如果你說Chris Watt 再加上甲方同學都提到的 美國人的傳統 奧斯卡的傳統 習慣用一些所謂叫做 幽默調行的方式去表達 那麼究竟他的道歉 是不是真的點對點馬上表示錯誤呢 但是同一時間來講 我們都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一個叫做Chris Watt 去給這個Will Smith 上台去掌握的時間來講 他沒有表示到是很奮闊 甚至他都只是用一個 又是慣常用幽默的方式 今天這個事件應該是一個電影史上最偉大一幕等等 用一個這樣的方式去回應 所以如果你說在後續措施那個部分來講 你說一個Chris Watt有沒有做呢 他有做 他有做 只不過呈現方法來講是不同 就不代表來說 就說一個偉士密夫來講 他有補救措施 但是一個Chris Watt 他完全是沒有一個補救措施 那這個是第一件事我想同學是要留意的 就是你那個觀點來講應該是要很成熟 尤其在最開初來講 去定立一個的變題的標準 那另一邊相來講 後續措施方讀都有提出到的 那就是越方同學有講到 就說咦 有方同學是忽略了那個所謂叫掌掘動機 那這個掌掘動機 他也都提到就是說 就是阿韋史密夫 他長期受到一個的職場的欺壓那個部分 那這裡我是比較期待有多少少資料去補充 這個資料的補充是什麼呢 是論證你那個的論題 就是說咦 長期受到職場的欺壓 為什麼會形成了今天事件的出現呢 那同學是有需要做一個的補充 因為你認為它是一個這麼關鍵的補品 那但是第二樣東西來講 我們也都要留意就是說咦 長期受到職場欺壓 那代不代表就是說 可以作為一個的複製悲劇的理由呢 那如果同學有特別的觀點的話呢 也都應該在最開始 衡量那個的辯題的準則的時候呢 同學應該是要去提出的 那所以這個是今天第二點呢 我想同學就著那個的回應那個部分呢 是要去處理的 尤其是月方同學 那另一邊相來講呢 那另一邊相來講呢 那革方同學來講呢 他那個處理和那個的回應呢 他都幾對準呢 與方同學的一些觀點的 那但是問題呢 有部分來講呢 我都是想革方同學呢 都可以是再斟酌一下的 那尤其呢 那尤其呢 就是例如去到一個的 那革方的叫做一副那個部分來講 那他尤其是提到呢 就是說 一個的叫做半裸雄心那個形象那個部分來講 是很正面的 那如何通過他的說話 如何通過他的說話 通過他的那個表達內容 是帶出他對一個的 韋史密夫老婆的嘲笑 那但是有時候呢 我們也都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表面那個叫做內容的部分來講呢 看似是毫無侵犯的地方 那但是呢 其實呢 有時候呢 我們說那個嘲笑來講呢 其實某程度上來講呢 是 依有所指的 尤其提到一個的形象那個部分 半裸雄心的形象那個部分呢 是一位光頭的女演員 這樣 雖然他表面上那個內容部分來講 看似是毫無侵犯的 但是是不是代表來講 是叫做完全是代表是很合理呢 那這部分呢 我覺得同學呢 是需要呢 再多一點點那個解說 會令我覺得呢 是更加合理 尤其呢 其實在一個的 粵方的叫做 義父那個部分來講呢 其實他有回應的 他有講到呢 就說其實是一樣的 諷刺或者嘲笑呢 叫做暗諷呢 尤其是通過人的身體特點這樣 那一個是第一個部分 那而第二個部分來講呢 我想 隔方同學都可以再去 斟酌一下那個的表達 又或者是那個 回應那個部分呢 就是說 咦就是追問一個的 粵方同學 就說 由頭到尾 粵方同學講到一個 維持密孤呢 是幫他老婆出頭 幫他太太出頭 所以有一個這麼極端的行為 但是到底他是受到哪一部分的傷害呢 這樣 但是有時候一個的傷害呢 其實某程度上呢 如果我是粵方同學的話呢 其實我會提出一樣東西 就是很難通過一些外在的行為 外在的指標去釐定 究竟所謂那個叫做傷害 因為我們都明白 有些人表面上看起來很精神 但是他可能有情緒病 我們未必看到 又或者未必那一下來講 能夠可以看到 如果你說要論證 在那個表面上的傷害 那個部分來講呢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呢 未免太過強人所難 所以在一個的部分來講呢 我認為呢 同學都是可以留意一下的 另外最後一個部分 或者留一點時間呢 另外兩位老師都有一些意見給大家 就是在那個叫做台上發問 台下發問的那個部分來講 有部分同學呢 他未善於能夠可以把握 那一分鐘的時間來講 提出最精準的回應也好 又或者一個發問也好 尤其是某些同學呢 那個叫做提問來講呢 其實呢 他有很多的背景資料的 但是當他講完很多背景資料 引用了哪方面的權威講呢 反而他講了背景資料的時候 但是最重要是他想提問 質問對方的內容呢 或者一個重點來講呢 是帶不出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善用一分鐘的時間來講呢 反而應該是要 最簡明握要帶出那個重點 如果不是的話呢 時間已經到了 但是你想問的地方來講呢 你又問到 那樣就變相呢 是錯過了自己呢 提問又或者是回應的機會 那一個呢 那一個呢 是我今天那個叫做 小小的一些回饋客 那把時間呢 交回給大家 主席沒有聲音了 聽不到你說話 不好意思 剛剛沒有開咪 感謝朱老師的分享 接下來我想邀請 嚴慧儀老師做一些評語 我簡單分享 因為我是同意剛剛 朱老師的意見的 我覺得朱老師在主線上講的 很多的部分 我也同意的 那我唯一要補充 有關於主線的點 我覺得今天大家的主線的推進 都很不足夠 我自己會覺得 例如甲方 就是你第一個 就是你在主線上 第一個就是講行為動機 我覺得是可以的合理的 第二就是講那個場合 就是說 Will Smith他影響力很大 他參加很多荷里胡大製作 還要在奧斯卡這麼大的場合 那裏做這些行動 就會很差 但是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值得再推心一點 去告訴我 就是究竟這個場合和影響力 之間有什麼關係 以及究竟他會影響了什麼 就是我會覺得今天你們全場 就是不斷地說 他影響力很大 他影響力很大 但是其實你是沒有很清晰地告訴我 就是他影響力大 影響了他的粉絲 或者是影響了他的一些觀眾 但是影響是什麼 我呢 因為我剛剛也有做前一場的評判 我覺得前一場的甲方 在處理這條上面的推進 他就會更好 就是他會說到 其實Will Smith他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跟普通人物最大的分別 就是他是有一種公眾的 就是他有一個公眾形象 是要兼顧的 而且就是他這個公眾形象 正正就是他的影響力 就是為什麼 阿豬阿狗走上奧斯卡打人 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Will Smith會有 因為他本身的身份很多元 他既是演員 也是一個黑人的領袖 不只 所以你會看到的就是 他對社會造成的反效果 第一就是他鼓吹了暴力 以後 每個人都說 我保護我老婆 或者我保護我的兒子 我就可以打人嗎 如果是這樣 你不用警察 因為每個人都是私了就算了 但問題就是 你要想的是 一個公眾人物 在這麼公然的場合之下 他有這麼多的身份 然後他做這件事 其實他是不是鼓吹了暴力呢 如果鼓吹了暴力之後 其實對社會的風氣 或者對整個美國的風氣 又會造成什麼影響 我自己會覺得 其實你們這個行為 即你們這個場合 這個項目 是可以說得好 但為什麼後來會不斷地 對方拿來說 甚至對方會說 我一個普通人 我走上奧斯卡 難道我又怎樣怎樣 但問題就是 我覺得是因為你們推得不夠深 我聽不到 究竟這個場合和影響力 究竟最後會影響到什麼 究竟最後會有什麼壞結果出來 其實我看不到 所以我就會覺得 隔方的問題就是 你們的主線是可以 但推得不夠深 變相去到一副二副的時候 其實都只是在這裏返回前場的說話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大家要注意的 而粵方的問題就是 我想說你們的標準 和你們兩個論點 其實我聽不到有什麼關係 當然我們都知道 有時候你想了一個觀點之後 你就會再想一個標準 但你們的標準是說 要判斷哪一個對社會有更大的 即是哪一個行為對社會有更大的影響 那麼他就要受到更大的譴責 但你們的第一個點 就是說Chris Walk 這樣是違反專業的操守 就是說因為幽默有很多種 他這種就是很不專業的幽默 因為他又不理大會 但我想問一下 他違反他的職業操守 只是我看到Chris Walk 他是不專業 他不專業 那麼他個人不專業 我想問和社會風氣有什麼關係 你明白什麼叫社會風氣 既然你們要推到 我們要討論他的本質 我們要討論他的社會風氣 如果在這個時候 我就會想 但是你說Chris Walk 他違反個人操守 我想問和社會風氣有什麼關係 如果真的要說 你就再推心一點 原來他違反職業操守之外 其實他鼓吹了一件事 就是我以後 什麼都可以用工作做黨戰牌 就是我一個工作 我現在正在做事 然後我就可以笑全世界的人 我可以我太多人 或者我可以怎樣 我覺得你們在這些時候 也是那個問題 就是你不要拋了一個口號出來給我 然後你就說完了 但是其實你是沒有想到你的標準 既然你的標準是說社會風氣的時候 既然你是想拉大來看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告訴我 他一個人的不專業 對社會有什麼影響 而且我覺得很容易 就是你一上面一說完 就是今天我們的標準 就是誰對社會有更大的行為 有更大的影響 我們就怎樣怎樣 然後下一句就是違反職業操守 然後我那一刻就想 他自己一個違反職業操守 他不專業而已 就等於我們看到一些不專業的人 你不會因為那一個不專業的人 你覺得他整個行業都不專業 那跟社會風氣有什麼關係 我自己就不太理解了 然後跟第二個社會風氣有關 就是美國其實是不欺凌人的 他有很多價值觀 是覺得你要尊重人的 但是我想說去到後場的部分 我不是很聽到這個點的進心 我覺得去到後場 這個位其實是脫脫的 尤其是當對方一副說 其實你不是說美國價值 美國價值不中是鼓吹暴力嗎 Will Smith是打人 其實他不是也是違反美國的價值 然後你們就已經沒有再回應這個點 就是沒有再回應這個位置 我就會在想 你一個標準下面兩個點 其中一個點已經不太對 就是不太聽到兩者的關係 第二個點是對的 就是社會風氣美國價值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 你的後場又沒有很盡心地跟我聽 就會變相給我的感覺就是 聽完之後我覺得很不痛快 因為有很多位置我都是 為什麼來到這裡就停了 來到這裡就停了 我覺得是給人的感覺就是 捉到鹿 但是你還沒有去到脫脫的位置 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而隔方的問題 除了剛才我推得不夠深 就是我覺得你們有一個項目 我真的覺得很不能夠接受 就是我想說 一個開玩笑的角度 其實不是說 那個人有沒有一些直接的言辭去傷害你 而是說 就算你整句句子很好 但是我聽下去我不舒服 已經造成傷害 所以你們不斷在追問我 它是哪一個字 它是哪一個點 你們直接問 它是哪一個點 侮辱它 它是哪一個字侮辱它 明明這個角色很棒 又美國英雄又怎樣怎樣 那它是哪個侮辱它 但我想說性騷擾也是這樣的 可能有一天有人走過來跟你說 你身材真的很棒 他整句句子都沒有侮辱你 還稱讚你身材好 但問題就是 在我們聽下去 一個女性的角度聽下去 我就會覺得很難聽 我就會覺得 你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就等於性騷擾的法律 其實在香港也是 其實我們不是看 那個人說話的動機是什麼 而是說接收信息那個人 有沒有受到傷害 你覺得是在讚我 對不起 我真的不覺得是在讚我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 我覺得這個點 我不知道 可能你們是四個男生 可能你們沒有什麼被人性騷擾 所以就沒有這種感覺 但我經常都覺得 我是一個女性 我就會想的就是很慘 即是在職場 或者是在日常生活裡面 有很多人就是他自以為他在讚你 但是他說的那些話 真的不是在讚你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位置要想的 但是反方 竟然是沒有就這個點去追 我想說 如果反方 就是粵方 你可以捉到就是說 其實 根本開玩笑 受不受到傷害 不是由那個句子去判定 也不是由那個說話的人去判定 而是那個接收信息的人去判定 所以粵方就說不到這件事情 而且我覺得粵方還有一個位置 是一個很好的武器 但是你們沒有很善用的 我想說的就是 即使 假設就算退一步 就是說 Wil Smith的老婆 不知道她是否介意 但是就算退一步 Wil Smith的老婆不介意也好 我想問一下 Wil Smith的老婆 可不可以代表所有 因為有這種病 而光頭的人都不介意 我想說 奧斯卡場合的問題 就在於 它很大 它是全球直播 我想說 全球不僅只有Wil Smith的老婆 因為病痛而甩頭髮 所以Wil Smith的老婆 她聽完之後 哪怕她真的沒有 我想問一下 坐在電視機前的觀眾 又會不會覺得有事呢 我覺得那個想法就是 其實有點像歧視 說真的 之前荷里活 或者現在也會有很多歧視亞洲人 或者歧視一些 有識人種的問題 可能有些人是真的不介意 有些有識人種 或者有些亞洲人是可以一笑置之 但問題就是 她那個人一笑置之 不代表那個群體是可以一笑置之 而且不代表是你這件事就對 而這個是我在上一場聽到 其實有些研究在美國 是真的訪問了一些 好像Wil Smith的老婆 是因為有病痛而導致 他自己脫頭髮的這個問題 而那些人訪問了很多這些人之後 發現原來這些人是很介意的 他會覺得 我的特徵或者 我這麼慘的事情 竟然拿來被人公開討論 哪怕Wil Smith的老婆不介意 那你也要想他後面那些病人 是否介意 但是我在粵方那裡 我就不太聽到這些說法 所以給我的感覺 我覺得今天粵方 其實你們的技巧是很好的 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覺得粵方的一二副技巧 是比甲方的負面更好 但是你問我 我就會覺得甲方的負面 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們的推論是會完整些 而且他們用的資料 是會 我覺得是用得純熟一些 但是粵方 很多時候 我就不太聽到 有很多的資料去支持你們 我自己就會覺得是這樣 還有 真的有些矛盾位 其中一個矛盾位 就是粵方的 前面主便和一副 就說 那個場合其實不是很重要 那個場合有什麼 你們不是說不要緊 你們是追問別人的場合 有什麼重要的 但是 去到後面粵意的時候 又會不斷在說 就是那個奧斯卡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仿笑 你私下說就可以了 你不要在奧斯卡上面說 我就會不理解 如果你本身覺得這個玩笑 是 有問題或者沒有問題 也好 但是 你前面說了場合 是不重要 但是後面又說場合是重要的 還是 我忘了調轉 你覺得前面說不重要 後面說不重要 總之 我給我的感覺 就是 聽了一個很矛盾的位置 至於粵方在第一條台下答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真的很難判斷 其實你不用跟他爭論 笑是否是冒犯 還是與否 很多時候我們笑有很多種 正如你們眼中覺得幽默有很多種 我想說笑也是公式回應的笑 或者有些是苦情的笑 有些是真心的笑 其實你這樣跟他說 他笑而已 他不代表被冒犯 他不笑也不代表沒事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你這個位置很難論正 就會變成泥沼 然後他們就馬上 然後甲方又馬上說你 你上面又說笑不笑也不能代表心情 反不反白眼都不能代表心情 我自己就會覺得有很多這些 就是粵方就會有很多這些小小的矛盾位置 雖然不會很影響整場的情況 但是問題就是當你有幾個這樣累積下來 而對方又真的捉到你的情況的時候 變相對方 雖然你的分未必會很減 但是對方在我心目中就會不斷加了些分 因為我覺得他們捉的位置很精準 而且也捉到我心目中很想捉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位置 甲方義父是做得很好 就是在這個竹立場和現場感上 我聽到我覺得很舒服 而且有很多的回應都很正重我想說的 所以這個位置我覺得甲方義父做得很好 大約是這樣 而且我覺得大家的表現都很理想 主要就是在主線上面 還有在資料運用上面 如果可以多想一些就更加好 不過不好意思主席 因為我還有下一場活動 所以我講完之後我就要先離開了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拜拜 謝謝嚴老師 最後有請顧潔儀小姐去做一些分享 首先很感謝賽惠邀請 還有我今天也覺得看了一場 是雙方有好的準備 還有交鋒比賽 其實大致上可能主線怎樣設立 或者一些要再補足的位置 前面兩個評判都講了很多 所以可能我都會就著大家 今場裡面的一些交鋒位 可以去做一些意見 因為我今個星期都有負責去帶 關於這個變態的比賽 我覺得其實今場裡面一個最大的 沒有辦法爭吵或者沒有辦法解開的位置 就是今天Chris Rock說的一件事 究竟他是不是有意要去取笑別人 只不過他今天可能是無心的 整個玩笑的性質究竟是什麼 我覺得今天雙方有一個爭辭最大的位置 我覺得其實今天有方同學 隔方很聰明 就是他聽完粵方主編之後 其實他在台上就已經質疑回 其實今天整個玩笑 他的形象是一個想戰場 而且是很勇敢的女性 所以就問回其實哪裏有玩笑 因為其實今天粵方 你要去講到你的論點 又或者要講到今天兩者都是錯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看 就是誰補救得更加好的這個位置的前提 就是要在於今天雙方都認同了 今天Chris Rock說的那個笑話 是真的有意要去取笑別人 我覺得其實對著這個位置 其實粵方就比較少去正面地回應 或者去反駁 反而我去到台下 先聽到有人就說 其實那時候Jada並不是笑的 而是反了白眼去回應 還有就是那時候Will Smith都已經上台去講 就是說很多時候他們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甚至是演員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面對了一些個人的攻擊 或者批評 都要去笑著去面對 但是其實今天這樣 是不是代表著他們其實是沒有受到傷的呢 還有我覺得你們可以由 其實Chris Rock他以前是不是一個慣犯 去做一個論證或者回應 其實今天不是說 是第一次搞出這個爭議 就是好像說他2016年奧斯卡 05年的奧斯卡 其實他在幾次裡面 他已經是說錯過很多爭議性 甚至是他有意去針對著一些黑人 亞裔的群體去做攻擊的 所以其實會不會以前這些慣例就已經看到 其實他根本是會根本分不清楚戒指 甚至是被人聯署批評完之後 他也是照樣去以一些很爭議性 甚至是以別人的疾病 去開玩笑這件事 還有我覺得今天隔方他在主線那裡 已經說了其實今天開玩笑這個位置 是奧斯卡的傳統 其實我覺得你們可以早點錯 因為我看到是去到隔方的義父 才是大方承認 就是說其實今天傳統不等於就是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位置 因為其實是對方主線已經開了出來 我覺得你們可以直接 可能早點前場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大方承認就是說 如果今天你真的去拿別人的疾病去取笑或者攻擊的話 其實這種會為人帶來一些傷害的一個風氣 其實你也不應該繼續存在 我覺得如果這個位置可以早點出的話 我就會覺得更加有效可以去回應對面本身 就是他們一個主線的重要位置 還有就是我覺得雙方都是在後場的推進上面 都做得有點不足的 因為其實在隔方的主線裡面你也有說 其實因為今天Will Smith他有更加多的粉絲 或者他的作品可以傳播到比較多人 所以他今天的影響力會更加大 當他做錯事的時候 他潛在的負面影響都會再深化的 但是其實去到後場我會比較想聽就是 譬如說會不會在結辯裡有聽過一兩句 就是說原來其實今天他這個行為都是鼓吹 看到男人就一定是以暴力的一些方式 去為妻子去出頭或者去解決問題 其實會不會不單止是對於他當時人的一個影響 可能是對於整個社會的風氣 究竟他會帶來一些什麼實質的負面影響 再結合你自己也提過 其實他是有很龐大的粉絲團體 又或者他是有一個很多不同受關注的國際作品 我覺得這樣就會令到你的主線是有更加的深化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會覺得後場可能去到結辯的時候 你說的話都會跟前場會比較遲 或者沒什麼推進 而我覺得令月方都有相同的問題 譬如說可能前面都已經有開出來 就是他主線裡面說 就是他違反了一個美國的主流價值觀 其實當中隔鋒的一副有反駁過 就是說其實今天打人 其實跟你言語暴力一樣 其實都會帶來負面的價值觀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再做一個反駁 就是其實今天打人的人 他是有反省的 就是說今天是說一個拿刀去捅人 另一個拿槍去殺人 他們可能達致的效果或者他負面影響都是一樣大的時候 但是我們看到其中一個他是有負義 並且願意接受任何的懲罰 是有進行一個反省 但是另一個沒有 所以其實說 究竟結合他們有沒有去反思過自己破錯的時候 究竟哪一個會對於社會灌輸一個更加錯誤的價值觀 是不是今天做錯事但是他不道歉這件事 而被公眾所默許 會傳出一個更加不良的信息 我覺得這一個位置其實後場都可以再去說多一點 就是究竟他言語暴力 他那個影響力的潛在是什麼 或者他可怕之處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就是可能是有一些資料 大家都可以再去加多一點 可能在粵方的一步 我會聽到可能說有民意的調查 就是有五成人都覺得今天Chris Rao是做錯了的 還有就是說他其實以前過去16年 他其實也有攻擊過亞裔這些例子 我覺得其實會不會是可以把它放在主線裡面 可能都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調查或者數據 或者是會不會削除 做過什麼的這些事情 就可以令到你的主線的內容會更加豐富 其實我覺得駕駛也是有 也有些資料去再加 譬如說可能你說 今天過往的傳統的笑話 其實都是要開玩笑 引來大家的開懷大笑 還有就是覺得 其實你會不會都有一些的調查 或者數據可以說 究竟 其實有多少人在支持Chris Rao 覺得其實他說的性質根本沒有問題 只不過是Will Smith今天是過激的反應 我覺得如果有這些作證 就會令到雙方的主線更加豐富 還有就是覺得有些反駁位是可以再做些錯路 就是好像剛剛所說的可能 reput對面一些傳統的位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 但是我覺得今天其實駕駛的副位 其實都做了一個很長準 就是針對著對方的主線和reput 都有在他的副片面去嘗試去搏 所以我覺得其實可能就是要再改進一些 但是我也覺得今場大家都打得很好 謝謝副小姐的評語 今天比賽的結果已經在我手上 現在由我宣讀賽果 首先是最佳辯論員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駕方的第二副辯 不見進同學 恭喜 至於今天的賽果 駕方得票3 月方得票0 換句話說 今天勝出的是駕方 今天的比賽告一段落 多謝大家